好了,今次跟大家講,Polar Coordinary 座標 除了我們的資訊叫做Rectangular Coordinary System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Polar Coordinary System 它叫做R-O-Veta R-O代表它在第幾個圓圈 Veta 即是正X軸 直X軸的字針 做到多少度呢?就是叫做Veta 所以你就會見到這些東西就是叫做Polar Coordinary 記住那個角度的單位是Veta 記住逆時針就可以了 現在嘗試把這幾個圓圈 把這幾個圓圈放進去 4就是第四個圓圈 第四個圓圈 1,2,3,4 0度即是沒有走過 所以這一點是A點 B點在第八個圓圈 第八個圓圈在這裡 在30度就是這裡 B點 C點就是在430度 4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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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來的 是不是這裡 是的 這個是C點來的 接著呢 D點是560度 第五個圓圈就去60度 這裡是D點 接著 E就是666 還有90度 6就是D個圓圈 90度就是這裡 因為這裡 8個這裡 是90度 可以嗎 好了 這點呢 就叫做E點 接著呢 F點是5 來的 在82度 在這裡 E點叫F點 再下去了 G點就是4 第四個圓圈 850度 850度 就是這裡 這個呢 就是G點 接著呢 H的點就是8150度 8150度 8150度 就是這裡 OK 這個就是H 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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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 做錯 G點 不是這裡 G點 在這裡 這裡 如此類推 整下去呢 你就會找到 有個圖案呢 就在下面 I做多一點點 給你看 I呢 就是這裡 J呢 就是7240度 第七個圓圈 240度 就是這裡 接著呢 最後那個呢 是7300度 那你將那些線連起來 會發現了一個公仔 在這裡 OK 好了 那你 按下去就認識啦 那如果叫你讀出來 認識不認識呢 那就看看這個了 讀完所有的座標 出來 好了 A點呢 就在第五個圓圈 在30度 是530度 好了 R點呢 就在第五個圓圈 難易時針 去到330度 所以這個是330度 Sorry啊 這裡 好了 接著呢 再下去了 再下去 X點呢 但是幾個圓圈呢 X點是第七個圓圈 所以60度 P點呢 就是第六個圓圈 82度 不是 1 2 3 4 5度 好了 這裏呢 就是第五個圓圈 850度 好了 Buy點呢 又是第五個圓圈 但是在210度 好了 Q點了 Q點呢 就是第七個圓圈 240度 最後Z點呢 就是在第六個圓圈 但是在300度 這裏呢 就是PolarCordinary Alo Vita 對不對 那你不記得呢 再Loop多一段片 再Loop多幾次 你就明白什麼叫PolarCordinary 對不對 好了 下面就是剛才的答案 接著和你玩TSA的題目了 拜拜 拜拜